最容易 刚之前说过最容易的三个话题 赞成的 喜欢的 过去的风光世纪 发家事 而且甚至高情商的套取信息 如何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列出来一个 十招 什么五十招等等 它其实是一个自己不断地 自己想办法就是这个事 这个脑子灵活一点 目前看来好像没有说 从其他方向去想办法 就在那答题 回答人家问题 正好他们去的那个文旅项目 现在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 它处在困难期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 就是比如说你来的第一个管商业的先生 你说就假如我们没有现在这样的一个 不可回避的这个状况 对吧 你觉得你们这些商业区跟别人不一样的在哪 每地方特别牛 给我讲讲 他就爱讲 如果有战略投资人投进来 其实也是看这块是值得投的 对吧 然后包括您是不是这不是您第一份工作 您以前运营什么的呀 对 然后你们这团队擅长什么 后面的事情就好开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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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